亚哥书第三章最后一段 我先把十二节再念一次 然后第十三节 一直读到第十五节 你们大家一同开始来读 十三节读到第十六节 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甘蓝吗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建设的 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 献出他的善行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度的嫉妒和纷争 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话 抵挡生理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 乃是输地的 输情欲的 输鬼魔的 在何处有极度纷争 在何处又扰乱 有各样的坏事 在何处有极度纷争 就在何处又扰乱 何各样的坏事 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 就是在这个第三章后半段所提的 一个真假智慧的分辨 真假智慧都用智慧的名词 来自己彰显自己 而圣经竟然也用同样的名词 来告诉我们 假智慧还是一种智慧 不过呢 雅各苏在这里说 这种智慧 不是从上头来的 所以这是智慧啊 是一种不从上头来的智慧 从这句话 给我思想的事情就是 智慧的本身 不是单单因内容的程度 而是因它的源头来定它的价值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中国大陆有一个 哲学家是近代最大最著名的神学家 哲学家叫做冯友兰 冯友兰 是这几十年来在大陆里面 有非常重要的领袖地位的一个哲学家 在他的哲学历史的道论里面 序言中间有一句话 研究哲学 不是要单单研究哲学家 所讨论的思想的内容而已 更重要的是要思想 要明白 要研究 写这些内容的思想家 它的动机是什么 这句话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警惕性 很关键性 是非常有作用的一种提醒 因为如果你 每一次听一个理论 你去造那个理论 乌伦吞枣的话 而不知道这个理论 背后有不同的动机 你就不能真正得到智慧 今天很多人看报纸 要听新闻 而每一个新闻 背后有动机 你没有看到 你就受主编的思想所欲弄 而你不知道 这是青年人常常没有注意的 所以青年人很勇于受散动 而不支持 他就用学气方刚的这种勇气 所以一个不承受的少年的那种 这个思想的 这个锐 锐利的这种 这个斗志 就这样呢 就跟着许多时代的运动前进 而起客国说 什么叫做群众 群众不过是一个 没有人养的野狗 什么叫做群众 群众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名称 什么叫做群众 群众是最被野心家利用的一群无知的人 而这些野心家 自己病了动机以后 他一定不说这是我的意念 我是代表一批的百姓 我是人民的良心 我是讲的话是民众内心深处的话语 然后起客国问 是谁曾经委托这个人代表他们的 是哪一次有百姓 把他们的意念全部归纳起来 交给一个主逼 或者主编在报纸上代表他们讲话的呢 根本没有这回事 所以你想当然的时候 许多主逼 许多主编 许多人就把自己的意志 强暴在民众的这个基础上 那利用整个所谓的群众 作为他的后盾 他就很勇敢的发言 然后他在这其中是制造群众 不是受群众的委托 所以这样呢 哪一个人能够把不重要的事情 把它佛到最重要的表面上来的 这个人就影响了新闻的影响力 他就决定了新闻的方向 在这件事情我告诉你 犹太人是很厉害的 所以犹太人无论在华盛顿邮报 无论在纽约时报 他们都有个牛儿的控制的力量 他们也带领的整个美国社会 有两个力量 怎样决定经济动向 怎样决定头条新闻 当他们把这两件事控制的时候 那么钱跟那个观念 就可以把整个世界带到他们要带去的方向 所以呢 这个冯友兰的提醒是很要紧的 你研究哲学家 千万不要单单研究哲学家 所写的东西的内容 你在内容里团团团团团团团 他就把内容把你包起来了 他把他要写的题目先把你已经麻醉到了 但你要先发现 哲学家写的文章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优优独立马